Hello,大家好,我是Emma,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讲成功学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在数字1到9这9个数字当中 有3个很特别的数字 这里需要成功的人要注意了 如果你能掌握这3个数字里面的奥秘的话 那么你就离成功不远了 或者说你就已经成功了 如果你还能碰巧使用一下这3个数字的法则的话 那么恭喜你 你已经快升级了 这3个数字就是369 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有一个Google他就比较严格 然后他就非常喜欢教育我们这些侄子和侄女们 然后他经常在教育我们之前都会说一句非常经典的话 他说人都分为369等 你们一定要好好读书 然后长大要孝顺父母 然后多挣点钱 等等等等之类的 所以就一直到现在 我对这句话印象非常的深刻 就导致呢 每次一说到这句话 我就想起我那位姑姑来 虽然说这句话对我来说不是有太好的印象 但是这句话呢 是古代的一句话 既然果然有这个说法 就感觉好像在这个从1到9 这9个数字当中啊 他们是不平等的 对吧 好像呢 这个9是最高等的 3和6呢 相对差一点 对不对 那要不然怎么说 这个要不然怎么不说 人分为1 2 3等 或者4 5 6等呢 对吧 确实啊 古代呢 形容君主和帝王都说的是这个 九五之尊 一言九鼎 而且古代呢 他们形容天堂说的都是这个九从天啊 形容地狱呢 都说的是九拳 要不就说黄拳啊 就感觉好像地狱下面呢 是不是有一口拳的感觉啊 先不说古人是怎么知道这些东西的啊 我就不继续说这些成语了 再说下去呢 可能这期就会变成一期成语接龙视频啊 说这么多呢 只是想给大家说明啊 在古代人们就认为啊 这个1到9 这九个数字当中啊 他们天生是不平等的 9是最高的级别 3和6呢 稍微差一点 剩下的数字呢 就是最低等的数字 说到这里呢 我就想到我以前啊 我一直以为啊 数学是人类发明的 它只是好满足我们日常这个买菜啊 还有买冰棍啊 或者说卖冰棍用的啊 后来啊 才发现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人类呢 也就是使用了数学的基本法则而已 可以说啊 自从宇宙诞生以来 数学就诞生了 这样说的话 那么数学就是整个宇宙的语言 这里有没有和我一样的啊 有的话呢 在评论里抠个有 那这样说的话呢 数学就是一门外语啊 可能是外星人的语言 早知道这样的话 那我上学的那会儿 我就不说我外 这个数学不好了啊 我就说 我有一门外语不好啊 这样多好了 对吧 特斯拉作为像神一样的男人 他对这三个数字的应用 已经到了极致 在他晚年的时候 他十分偏爱数字三 据说他在进入一栋房子之前 会重复绕着建筑物三圈 他吃饭之前 一定要用18张餐巾纸 来清洁他的盘子 他去住酒店呢 只住和三有关的房间 一定要是三的倍数 不是的话呢 就坚决不住 我们不是有句俗话吗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感觉特斯拉 他真的是知道点什么东西 要不然他不会如此 中情于这个数字三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而且呢 在他死后 他所有的这个手稿和研究资料 全部都被FBI给搜走了 感觉他的手稿里面 有着非常重要的东西 至少说这些东西 是绝对不能像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 给知道的 什么是蜗牛呢 很简单 就是水在流动的时候 所产生的漩涡 比如说这个河里 还有海里 它都经常会出现一些漩涡的 对吧 有漩涡的时候 大家还是不要去游泳 根据物理学家的研究 这种像漩涡一样的 这种运动轨迹 它竟然是一种模型 我们就把它叫做上帝的模型吧 这种模型呢 非常的常见 比如说啊 它就存在于我们的DNA当中 比如说我们这个DNA的形状 就很像是一个漩涡的形状 还有啊 在自然界中 这些花 还有草啊 甚至还有蜗牛的壳 大家觉得有没有 最后甚至呢 连整个宇宙也都是这样运作的 就比如说是银河系 这里呢 我们就说到精彩的部分了 既然整个宇宙 它都遵循这种蜗牛一样的运动模式 那我们用数学的形式 把整个宇宙给表现出来 就是下面这个样子的 这些123456789 代表了世界万物的一切能量 而这个124578 代表的就是我们三维世界的东西 你也可以说是凡间的东西 而369呢 这更像是来自更高的维度 你也可以说是仙界的东西 不幸的话 你可以把这几个数字成倍数相加 这里呢 不用你来加了 我已经帮你做好了 那么你就会得到一条规律 那就是不管你把这些数字加到多大 它始终都在循环同一条数列 那就是124578里面绝对不会出现369 所以啊 由此可以说明369这三个数字啊 它是来自更高维度的能量 而3呢 它主要管左边的1246 主要管右边的578 而9呢 凌驾于所有数字之上 它管理一切 就感觉这个9啊 就好像是宇宙的最高法则 有没有 难怪我们有个成语 就叫做九九归一 大家细品 有没有点那种感觉了 特斯拉曾经说过一句名言 如果你了解369的美妙之处 你就拥有通往宇宙的钥匙 由此可以证明啊 369可能就是从三维世界 通往四维世界的通道 也就是说啊 如果我们要了解上帝的话 可能真得从369这三个数字上下手 像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啊 几乎都是由细胞组成的 而细胞的分裂规律 就是由一个分裂成两个 然后两个分裂成四个 四个呢 再分裂成八个 对不对 这样循序下去 这样下去的话 你就会发现一条更加神奇的规律 那就是细胞的分裂啊 它始终都在循环一条数列 那就是124578啊 我们刚刚提到过的 正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几乎都是由细胞组成的 也就说明啊 我们这个世界跟369没有任何的关系 只跟124578有关啊 这就更加说明 369它是来自更高维度的 代表的是精神的世界 而124578这几个数代表的就是我们三维世界 自从我知道这三个数字这么神奇之后呢 那我以后做什么事情 我都总会往这三个数字上面靠 我就感觉好像更能成功一点啊 比如说以后发视频 我就会可能选择在星期三的下午3点03分 可能这样子就感觉我的点阅率啊 会更高一点啊 好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 在我们这个世界有没有哪些组织 或者说哪些非常著名的企业 正在使用这369的这个法则的啊 第一个金字塔 大家看啊 金字塔就是按照这种模型建造的啊 还有呢 就是光明会和共济会的标志 大家看有没有啊 有人说啊 光明会和共济会 他们就是已经掌握了369的奥秘之后 才可以来控制人类的啊 所以啊 他们的汇标才会这样设计 最后一个 也就是我们YouTube的爸爸 恭喜你成功坚持到最后 赶快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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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